他們其實會認為說除了白天上課之外 其實更需要就是在晚上找一個空間 讓大家有機會出來能夠說說話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學了理論啊 然後看了書啊 但是好像沒有真的好好地坐下來談一談 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那尤其是在台灣這樣的一個環境當中 常看到電視上有很多的名嘴 就是靠著一張嘴巴 然後它就影響很多人對一個事件的看法 那比較困難就是呈現一個比較多人的樣貌 或是更貼近每一個人的生活 從自己的立場出發 所以是哲學清楚就是從這樣的一個方式開始的 那很開心的是哲學清楚來到台中 也將近有一年半的時間 然後所以我們就會有這樣一個傳統 就是除了依照護者主題邀請大家講講過來之外呢 就是請他來跟我們做分享跟介紹 其實也會希望就是在座的每一位 其實都是重要的參與者 就是欸為什麼來 為什麼對這個題目來進去 那或者是有沒有自己的一些觀察 或是有一些想法 其實也想簡短的跟大家做一些介紹 或者是對於今天的講題 或是講者有一些期待 其實都可以透過我們等一下一開始的自我介紹 就是每個人十秒鐘 其實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但是可以一想一下 那配合今天這個主題其實 或許可能會有個遺忘大家會講說 欸那我是台中人啊 然後我在哪邊工作啊 那我今天可能啊 就是我是買好玩 所以剛好用過我來這邊聽一下 可能就是曾經我們聽過這樣的自我介紹 也無法 那如果貼近今天的主題的話 或許 或許也可以也想一想說 欸我是什麼人 那我怎麼樣去認識自己 或者是 欸為什麼進去會想要來去聽這個題目 或許可能會更切題一點 好我不知道啊 這是一開始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喔 因為在目前台灣社會當中 雖然有16族的原住民族 但是可能他再去追尋自我 跟去看到自己到底是從哪裡來的時候 其實有些時候好像有一些歷史或是經驗 他是斷裂的 但是他再去做探索的過程當中 好像 嗯 很多人會給他質疑說 欸怎麼可以這樣講 你憑什麼這樣講 但是其實每個人應該都可以有這樣去尋找 自我的一個歷程 並且 並且 不是被壓抑的 而且是可以好好把它彈出來的 好 那我在前面鋪成了一小段時間喔 那我接下來就要把時間 一開頭的時候 在我們請教的想者來跟分享 都有在分享之前 那你請各位就是也拿起麥克風 也講一下 就是做一個簡短的自我介紹 OK 那你就從 這邊可以嗎 哈囉各位好 我之前唸語言學的事情 有一點關係 有一點關鍵 用研究所在研究原住民語的台語方面 是哪一所學校 清華 清華 你是台中人嗎 從清華 所以剛好喊一下 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這麥克風不會咬人 你還要這樣呢 對不好意思 就是 沒關係啦 人生難免緊張嘛 但緊張那個當下其實也剛好就這樣過去了 那還是可以想一下就是 想要跟他們怎樣做交流 或者是 搞不好會後結束之後 你可以這邊認識一些朋友 也不一定 一些同好也不一定 好那 不好意思我剛剛 比較倉促一點 想急著讓大家來做自我介紹 我還有東西沒有講 就是其實我 每個禮拜的哲舞 都會做現場的直播 然後也會有我的志工 為大家就是 在這個會場做紀錄 所以 如果啦 如果你是 就是不好意思上 就是不好意思上 那個愛子轉播或上 可以跟我們講一聲 那當然就是 如果你想要就是 跟那個朋友 今天跟你相約來 打個招呼 他也可以上個請身邊 跟後面的鏡頭 然後就是 很可以就是這樣的方式 來去說話 然後 因為我們都是志工的組成 這樣的一個金牌 所以我們的獎子 今天來都是 比較是義務性的 我們只會就是 就是支付一些車馬的費用 所以如果在 聽完之後 你覺得身上有多一些零錢 覺得OK的話 也歡迎各位 你把這個 挹注的部分 放到前面的箱子當中 OK 那我們要繼續囉 多一些準備的情節 有嗎 要 要 我只有先測 還是主持人 他會幫我們介紹 對 OK 好 中心外文所 第二次來 之前有參加 拒絕消費 跟著名服裝 戴牧師的演講 跑去長大 大家好 我叫李玉玲 我是從姓族來 但是我是太重的 這樣子 那其實 我今天會來是 因為大概對這個主題 因為想講到了 林武祖 還有那個文化跟那個語言 那前一陣子那個 香港這個問題 他們有一個什麼 香港民族論 當這種 當有一些外力進來的時候 就是像中國因素進來的時候 開始就會產生一些 像民族之類的東西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 對競爭主題比較好奇的是 我過去一直都沒聽說 我們這裡沒有談到文化跟語言 那 我一直很好奇的就是說 在台灣的原住民 他們是不是有一些文字啊 他們是不是有 他們屬於他們的文字留下來 就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在談到一些什麼 比較 比較早以前 人家會留下什麼 騙家 騙家 那個 假虎文啊 假虎文 或者是任何一個 這個民族或者文化 但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台灣的原住民 他有任何屬於他們的文字 留下來 這是我比較好奇的 這是怎樣的文化 是完全是直接透過語言 這樣一代一代傳下來 就是我們要好奇的 屁股只有所謂他們的文字嗎 歐子 OK 我提了一個蠻好的問題 對不對 就是我們去找自己是誰 總是要找蛛絲馬基 那 口說或許真的比較少講 有沒有文字存在 等一下講整理 可以幫我們來講一下這個部分 請 大家好 我是黃曼婷 然後從苗密過來 那其實我是台南人 就是 跟這個西拉雅族 覺得還蠻有密切關係 因為我本身就是住家裡 然後自己也就是參與過 北投楊的一些業績活動 所以我會覺得 對這個還蠻有興趣的 謝謝 謝謝老師 老師也是有參與 那個西拉雅族的活動 大家好 我是李亞蒂 那我本身也是西拉雅的 那我是因為在洪老師的 段老師的 段老師的 很遠 到被看到的訊息 才過來了 但我本身住台東的話 是還沒有注意到這一塊 那關於這個證明的這個問題 之前在我心裡面 一直有一個想法就是 是不是有注意 這是留在你血液裡的東西 為什麼需要政府承認或不承認 這不就是留在你血液裡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是這樣子的認同來的 那我知道說 在台灣在台南這邊有很多 在爭取我們西拉雅族證明的活動 那我覺得他們非常辛苦 也很努力的擔戶出這一塊 那可能因為我住的比較遠 還有工作關係比較少 能夠參與 但是我支持的信用也多不便 因為我覺得這真的是 只是留在血液裡的東西 不需要任何人來給你證明的 好謝謝 謝謝 但是就是可能或許就是 自己很清楚 但別人不清楚的時候 就像我整理的一個目的 那怎麼去跟別人談這件事 看清楚 大家好我是曾坤祐 我從宗教大學 然後應該我從朋友 聽到 我這個 就是可以有 就是 哲學興趣 然後就討論 關於我們 就是 我們自己生活周遭的事情 然後像 那個 上次是討論那個 中科 中科 那個擴長 然後 就聽了自己覺得也滿有興趣 其實因為這平常也是我們其實 自己我們可能也不會注意到 然後不會去生日了解 然後就是 後來聽到我朋友講到 其實自己也覺得滿有興趣 可以去生日了解答 是因為 聽到 聽到大家的相關 謝謝 謝謝 然後我是他那個朋友 然後我是 玉瑄 然後我是台中教育大學 然後我來第三次 然後因為就是 嗯 之前就很想來 可是現在大三 就是剛好有一段空檔 然後就想說 來瞭解一下 我們在討論的東西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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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幼澤 然後就是前陣子剛畢業 然後就是 我之前看電影的時候 他有講 就有三個問題 我們都不能忘記 就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是誰 然後我從哪裡來 還要往哪裡去 然後我覺得就是 嗯 我們都不要忘了 我們從哪裡來 所以就是我想要認識 就是他們 是從哪裡來 然後我們又能如何 攜手走向未來 這樣 謝謝 OK 你是看哪個電影啊 這好好的三位 讓你們想一下 對嗎 很棒 還記得那片子嗎 是那個大陸的電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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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回去搜尋一下這個關鍵字 好 這三個問題 好 大家好 我是長江大陸的大陸的老師 我姓劉 由我本身也有教外出面的課 所以他在那位 是請那個 那個潘朝的老師來 來幫那個演員會長方式 爸爸還在幫我請 那邊 無信品 來放那個 爸爸還在幫我 好 就是那個 還有那些 還有那些 然後我對這個 有一個 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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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是大陸的 所以 我曾經那個董禮 那個副理廠 董禮孫 就是那個時候 他現在沒有放在紅衣 不是紅衣 那些事情 不過 一定是他在紅衣 那些事情 董柯先生 對 不好意思 在我們社會信 進行自我介紹之前 就是剛剛老師 那個講了一些 感覺上是比較 專有的名字 那我們折五的一個 慣心就是 希望到不知道 他每個人的先備知識 到哪裡 所以進擊可能 就還是用 比較同片的方式 那如果真的涉及到 專有的名字的話 那我可能就稍微 暫停一下 那就再幫我們簡單 做一個解釋 好 這是OK的吧 我覺得其實就是 今天來的目的就是 讓他能夠 好 有效的做溝通跟交流 其實那個 與會跟字詞的理解 是很重要 好 OK吧 好 請 各位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潘奇宇 然後我是雲尼克 大學學生 然後我來自台南六重西部落 在剛好就是 今天講的段老師 他們的部落旁邊而已 對那今天剛好來台中辦事情 所以就 一起來這邊聽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勇 我也是台中文 那 我是剛好這個 上個月的時候 從日本回來 我現在在台灣人生 也還在中文 然後我今天會參與的國中是 因為 我哥哥他在我旁邊 他介紹我來這邊 所以很期待 過來聽聽看那邊 經濟的故事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廖柏欣 然後 自己的母親 在尋根的過程中 發現 阿宙是 泰雅族的 原住民 這樣子 那所以 那是國中的事情 所以一直以來 對原住民文化 都會有點關心 然後 在之前念的那個 林瑪麗教授 針對血緣的一個 研究 等一本書 我想說其實 在三十八年前 的漢人 就是 三十八年前 以前 在台灣生活的漢人 以前百分之八十 都已經有原住民 就是 不管是蘋果族 或是高山族的血統 那因為 據我所了解 是很多蘋果族 都已經融入到 漢族的文化裡面 可能也是一種 被 被漢族強制文化的入侵 那我想要在 我們目前 這個 漢人的文化裡面 也就是說 跟蘋果融合的過程中 去發現 是不是還有一些蘋果族 叫蛛絲馬跡 譬如說一些語言 有沒有一些 一些其實在閩南語 或客語裡面 本來在 中國大陸是沒有的 可是 經過跟蘋果族 或高山族的融合 其實在語言沒有出現 或者是 我們的一些特徵 這方面 今天就要來 了解看看這方面 OK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李玉嘉 我以前是長安大學的講師 她後來幫她 國裡當家庭主婦 她最近小孩很大了 想多參與社會活動 所以來到這裡 請休老師講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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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的小朋友是 不是 我想說妳剛剛聽到 那小孩很大 就跟著小孩一起 就一起出來 這樣還滿好的 老師請 大家好 我是陳吉軒 今年國中剛畢業 就是 畢業一個人 然後因為我也有一些 在部落的朋友 可是他們不是蘋果族的 所以 對蘋果族沒有什麼了解 然後看到蘋果就想說 我們來看看 謝謝大家 那怎麼沒有揪她們一起來 他們住在遠安心 太遠了 OK 妳知道 妳可以Cue他們說 我們有直播 我們有直播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林林峰 然後我現在高中頒畢業 然後之後 雖然就大安心 對 然後 對於這個 就是今天的主題 我其實沒有什麼 就是色略 可是 我覺得還是多聽多看 對 好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中文大學神道社群 那今天過完原因是因為 堅持結 然後幹嘛放假 謝謝 我覺得放假真的滿難的 大家就是沒有 只好出去囉囉唆 然後來到這邊 就是動動腦筋 交流交流也滿好的 欸 賣個瘋到哪邊 瘋到哪邊 瘋到哪邊 OK 起司 大家好 我是 我叫洪汝 也是國中頒畢業 然後 是被爸爸拖來這些 拖來喔 OK OK 那等一下我們再結束之後 再問問看一次 你覺得你今天離開是怎麼離開的 好 大家好 我是侯自陽 我是從湖裡來的台中人 那今天也是陪我太太一半來喔 對對對 那其實我在這個題目也滿有興趣的喔 那前幾天跟幾個朋友在聊天 那她她是她是住南部喔 那她說她以前一直認為說她就是一般的閩南人 結果後來她在一個見守之下 後來發現欸 原來其實她是客家人 然後後來她就 她就說她去查族谷 然後查到說欸 其實她是從福建來的客家人 那可是我一直很懷疑說 你是真的是客家人嗎 當然我們就直接不好意思這樣問她 那實際上很多的歷史啊 都很多的東西真相其實都被掩然 那我覺得藉由這些題目的討論當中 我們可以抽絲剝繭 然後我們都慢慢發現說一些真相 其實我自己也有經驗啊 有一次我回宜蘭去 我媽媽是宜蘭人 然後有一次跟一個長輩過去 我們回宜蘭去 結果我跟一個舅舅聊天 她就說哇 阿祖喔 我覺得是太亞人 我說真的嗎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 我們的徒群其實非常複雜 也滿有意思的 非常謝謝 有些時候真的你知道 就是在探尋的過程當中 也還要再去確認 就好像有那個機會 但也沒有把百分之百的確定 所以有時候在那個當下 自己嘴邊就覺得說 我到底是什麼人 我都敢那麼獨立的跟人家講 這是真的 發掘的過程當中滿有趣的 來 先生請 大家好 我叫熊丁子 要推嗎 推嗎 大家好 我叫熊丁子 我現在是中興大學的學生 然後我是香港人 所以今天來主要有三個原因 那第一個原因就是 剛才有朋友說 香港人的問題 那也是我最近在想 那個身份認同的問題 那原住民本身就是一個 被強制用別的身份 去尋找自己的身份 的一個 一群人 那所以我想說 可能會跟我比較有關 那第二個原因 就是比較明顯的原因 就是 因為我即將有畢業 那所以說想要趁有機會 就多來聽聽有利益的一些東西 那第三個原因就是說 因為我看那個講解 他們有提到說 一個原住民跟法律的關係 那我在想 現在那個4-719號 跟那個法律 中華民國憲法第五條 跟真書條文 他就說要保障 原住民的一些權益 那既然他們沒有辦法 取得原住民的身份 那就會干涉很多東西 譬如說無作權益 他們沒有得到保障 那這些東西又比較有 因為我跟我本科比較有關係 所以就想要 聽一下分享 謝謝 好 謝謝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階段的問題 對不對 就是認同 就是除了自己看 剛剛這邊 我的小姐有提到 就是我自己清楚就好 但是回到一個社群的生活 社會的生活 那好像又不是這麼單純的一件事情 大家好 我叫張正甲 我是隔壁激光明的弟弟 然後來這邊這樣 好在地喔 我對原住民 因為我身邊有原住民的朋友 他們是台灣族的這樣子 可是其實 我對原住民的印象 還是很簡單 就是很會唱歌 然後打棒球很厲害 我是棒球女 對台灣如果沒有他們 大概我的實力會少50%以上這樣子 對 然後講話都很好笑 對 是 想說今天多認識一下 我們原住民的朋友的 他們的需求 還是他們的想法 謝謝 大家晚安 我叫阿正 然後跟頓老師第二次見面 要特別介紹一下 我去年的話 有參加幾倍首的業績 然後我一部車 然後三個人下去 然後他們下午的話 有一個解說 非常棒的一個行程 然後業績是從10點開始 然後到 其實到3點半還沒辦法結束 所以那種感受 還有那個千曲那個歌謠 真的是 沒辦法用講的 一定要現場去體會 所以我非常呼籲大家 一定要去參加他們的一些業績 體會一下 深刻體會一下 會給你在人生的當中的話 會有很深刻的一個感受 另外我家是老家在住隆井 其實我現在著手在研究大陸商的 還有帕布拉的一些評估組 也慢慢的收集資料 沒有特意啦 沒有什麼主題啦 但是慢慢再收集資料 謝謝 對 講到 其實剛剛有朋友講到台中人 像台中這個稱謂 也不是我們一開始在地這個稱謂 之前有聽人家講 光從日治時期 這地方才稱作台中 在早之前比較有大頓 那在更早之前 所以如果說 當然我們剛剛聽到很多朋友 在自我介紹說 我是從哪裡來 反正也蠻多在地的 或許我們可以 從這個角度來去探尋一下 也不要那麼快去區分說 我們他們的事情 那也可以先從認識自己的 所住的地方 所待過的地方 或是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那一輩 他們的那個生命經驗裡面 開始去認識更多的一些 好 三七 大家好 我們叫那個 劉瓊翔 然後我們是那個 台灣市社區營造中心 然後因為就是 有接觸到那個 拼口組的部分 然後所以就有興趣來聽聽看 殺戮小 我們接觸有殺戮小 對對對 就盼管治長 好 謝謝 謝謝 其實讓大家自我介紹的時候 就如果 就是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 其實就可以 也眼睛瞄一下 不過以後其實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真的可以一起多交通 OK 請 大家好 我是楊玉如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在那個台灣社區重建協會 之前在那個無理府有跟段老師 聽過段老師的可能性 今天是募那個段老師的名字 那我也是跟窮小一起 我們都是今年的台中市社區民造中心的工作人員 那因為我們今年就是有一些社區也是貧富的社區 那他們也是要做一些跟貧富有關的資料調查 就是說就是藉這個機會可以來認識一下 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大家 謝謝 就是那個以前所謂大陸王國那個階段嗎 還是什麼 最近 工商所都要服務一下是嗎 那這邊過來的話也是一起的朋友嗎 還是不是 好 那沒關係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最後再Cue我一下 就是有什麼樣的活動 你可以Pass給大家知道 那請 大家好 我叫貴英 我是進一大學的學生 那其實是主要因為同事課程的其中偶像作業 然後過來 那其實老師有一次推廣就是這個活動 那我也有看過其他主題 那是因為比較喜歡人物的探索 所以選擇這個主題 然後今天過來這樣子 好 謝謝 歡迎 是 不是林佳 他就是說 我是上班前 然後就是我 我過去在學校 因為我過去是在 台中心的沈岡國中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有很多原住民 就是布農族的嘛 就是都市原住民 我想我們在學校 這是我那個時候 就是小時候 國小到國中就是都用一種 愛由其身影工來看 因為我覺得都是說 啊不會念書啦 愛玩啦 可是 就跟他們的家庭背景 好像有被 被迫先到讀書來的 那 除了這個之外 隨著我後來發現自己 誒 我自己的身份 好像也不全然是學校 那他會想要教育我 我是全宗漢的 那就開始會有 會有些痛心這樣 他說 然後我也是 多少有長到原住民 這樣 就是卡派派之外 站在他們的立場去想 然後就是說 像我 住在神高那裡 神高 附近那是豐原 然後 那裡就很多行判的 然後他們長得很貼 然後以前都不知道他們 他們 他們是原住民 然後後來才發現他們是 原住民 就是發宅住民 就 發宅住過去在中部 就是 那個領域他很多 京園啊 高山都有 可是 然後就是後來 所以在念國中的時候 在跟他們相處 不過程當中 其實不知道這些 然後是 後來慢慢慢慢 真的 才去認識 學校沒有教我們 學校沒有教 你們一刻都沒有 把他寫進去 對不對 就是很多在地 跟我們生活貼切的東西 經過選擇之後 會發現反倒 會有一些距離在 我覺得這有點可惜 所以或許 或許就是我們到底要 學哪些東西 好 可能不是只有考試導向 而是更能夠貼近我們的生活 而是更靠近的 OK 好來 大家好 鄭希盒 我彰化來的 那個這是我第三次參加者五 那個 他在前面有人提到說 看了林瑪麗寫的書 才是名號的軍庫 那個 我不要想 我看了那個 九請恩那個教授 他寫了台灣那幾名狗猶士 他在提到說 台灣的族群分布其實是被相當 更多的遮影 這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 另外去年我參加很多人 很多大小小的 類似社運普通貨廠長的 廠長我看到主持人 我講說 就是因為 不只要新住民 或是各式各樣的 可是 通常主持人講說 我們都是台灣人 就是更新住民 可是其實 其實後來 跟一些朋友導遊說 這個稱呼似乎不太好 因為對外 我們當然可以稱呼說 我們都是新台灣人 我們都是新 我們還有新住民這樣子 可是如果對內的話 各自的文化 以及各自對自己族群背景認同 這是很需要去保存跟那個 但是想要知道的話 必須對這方面的知識要有夠 而且會很強烈的 用國族還有當一強勢文化 來做廣佈國家政權 也就像中國這種強權國家 才會做什麼事 所以這是我這次參加的 女同 女生的看法 OK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安卡 那我本身是台中路日人 那 我本身是讀 台北明治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那我本身的興趣 是廢墟攝影 那因為也不會廢墟攝影 所以慢慢開始跟台灣一些 比較本土在地的一些歷史 或是文化 開始比較有關注 比較有聯繫 對 謝謝 好妙喔 這有連結 從廢墟攝影 然後開始 連到當地的人 對啊 這也是一個切入的角度 來請 大家好 我是行家 我從那個 我是在海中的那邊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住在高雄 然後我是想說 因為今天高雄是那個 民附組的主題 所以就來聽聽看 然後順便過高五節 然後就是因為我在高雄那邊 就是常常跟那個大部分組 他們就是有一些接觸 然後我 然後就是申請一些 圓民會的經費的話 就會發現 他們給那個 平埔組 給平埔組的人很少 然後給 非平埔組的原住民很多 我就覺得 都是原住民 為什麼為什麼不公平 所以本人非常支持平埔這裡 所以剛剛前面先生有提到這個問題 這邊就直接驗證說 欸 確實耶 第一線就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來 麥克風 各位晚安 今天來師特地為了楊老師過來 那我剛從花蓮國立東華大學 前往這個這樣特殊的地方 因為也跟我另外一個案子 文化部的青春案的年輕人都在這裡 好辦這個空間 那我自己本身是台東人 因為大家常常台東台中 發言不是很清楚 我是歹當啦 那身是蠻複雜的 那其中比較清楚 我自己我的身份認同是非難 但是我父親的媽媽 我的母親 都是平埔族人 應該說 正確說是喜拉雅 那這個的部分就是 有機會再跟大家聊 就是後來再慢慢在 今天主要來也是 是在都認識自己 那也希望說多 在這陣子的那個 不管是雄根啊 或者是說 在文化了解上面 可以多了解一些 謝謝各位 謝謝 那麥克風再往這邊 大家好 我是林靜民 我現在是民進黨副女部的主任 那我也是有十多年的婦產科醫師 那今天會來聽這場 當然第一個只要在台中 禮拜晚上有空 就會很想來折舞 那其實上一場 我們上個禮拜在折舞的時候 其實平均年齡非常的多 因為上一場是很多高中生 他們在爭取課綱的正義 那我覺得我今天來 其實就是來補課的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的課綱 我們那時候的課本內容 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內容 那對於我們那個世代的人來講 完全缺乏了這個部分的知識 那後來長大一點 發現原來完全缺乏 所以一定要來把這樣子的內容 跟課顧回來 那我自己在做婦女權益 跟像我們現在關注 所謂這個長期招呼的部分 那所以其實至少 以女性主義的立場來講 在所有的漢文化裡面 如果我們要做女性主義 我們要做性格平等 我覺得漢文化就是一個 最應該先被推翻掉的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很多的禁忌 很多對於女性不公平 跟歧視的東西 都來自於漢文化 那第二個事情 前一陣子我在台北 有到北一去上一個課 那時候也是原民的老師上的課 他們用原民的觀點在談 長期招呼的原民文化 因為如果我們只用一種文化 來談我們的所有制度 那那個制度 勢必會不適合每個文化 那所以這個部分也是來 希望有機會的話 多學習這個部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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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大家好我叫塔球 那個 我也是在補課 因為我課每個朋友 要講 拼褲球 對 哇他球 對 就是我 我剛剛可能 畢業了兩 到三年 可是我那時候 一定是課門都沒有 告訴我們說 拼褲球是 什麼樣的 就是他們在台灣是 怎麼去 在台灣是怎麼去 這樣生活這樣 所以我覺得拼褲球 對我來說是很浪漫 很神秘的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這一塊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斯龍 是高雄人 現在在台灣 大家好 我也叫阿凱 大家好 我住在內地 請問內地是哪裡 那請問南投內地是哪裡 不理 對好專業 好 然後 剛才我旁邊的小姐說 她要了解 屏幕族的 浪漫跟 神秘 然後我覺得你今天來對 不會 亂凶 就是浪漫跟神秘的 可以好好理解一下這件事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修涵 那 我今天會來是 我實在太崇拜了今天的獎子 我是特地來參加 她的風采 而且太久沒看到她 我真的太想她了 然後之前有去一次他們的業績 就是印象超深刻的 然後我非常佩服那種 可以投入整個生命 在進行像很常有的運動的人 這樣 所以我今天真的是來崇拜她 大家好 我是這個 這位 她說她很崇拜段老師的這個 同學 其實我們都是同學 但段宏昏也是同學 然後 與她人是我們的老師 然後主持人是我們同學 我們好像很常愛 同學位的 那因為那個段宏昏她常 我還帶著我的家人 還逼迫我的小孩 然後 因為她們在那 她是準高中生嘛 我們就說 你們應該要關心那個高中 那個未來的課稿 那這今天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 台灣史的一部分 那因為段宏昏她長期 其實投入那個希臘雅的 附贈跟證明運動 所以我們在當同學的時候 我們就常常那 聽到她很 就是很氣憤啊 或很很振奮的到我身體 對 那我覺得我們很期待 除了同學會之外 我們都很期待 一個很好的演講 這樣 謝謝 OK 我們是不是還有一些服務 我們先從這邊 就近後面的 然後妳 剛剛是不是還有兩位朋友 在做自己出場 阿芬你進來吧 大家好我是家媛 然後 我是台中人 就是獨生獨長 台中師人這樣 所以沒有 沒有什麼 就是其他地方可以回復 對 然後 然後 我也是就是好辦 這個空間叫好辦 然後 我是 這個空間在共同創辦人 那因為今天還是有些夥伴師 第一次來到這個空間 所以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好辦 那好辦 你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呢 我們基本上在 呃 就是 禮拜五晚上 它會跨升城市的公路廠樓 折務之外 那平常的時候 呃 這邊就是一個共同工作空間 那就是提供給一些可能是個人工作 或是 呃 創業或是 甚至是我們最近在嘗試一種 就是中需的 呃 共同工作 那 像是昨天晚上 呃 我們就有一個社區的讀書會 就是邀請在地的一些 異體團體 一起來進行一個就是 呃 聖書讀書 然後討論 我們可以怎麼樣為這個地方 就是中書 呃 台中書最早發展的 呃 一個歷史的街區 可以重新為它做一些活化的行動 對 那所以接下來也有很多個計畫 就不論是跟呃 呃 就是青年村落的 異文相關的一些特長 或是市籍的活動 或是小旅行 那也會有一個是跟青年創業有關的 計畫準備在中書這邊開始呃 呃 呃 接下來還有一個是叫參與事實上的東西 對 那就是都很歡迎大家可以關注 好辦的職業 或是呃 未來我們會有更多的訊息 就是如果你是對於青年創業 或是對於 呃 然後就去再生有興趣的活動 會有更歡迎 呃可以 之後常常到這空間裡面 這樣 欸把你問一下 青年大概是幾歲到幾歲 然後你的心是年輕的 哦 你太好了 然後大家問一下 對 後面 後面 欸大家好 那個我是楊總理 然後 我是 呃 怎麼這麼講 你知道你自己是誰 我知道 喔 然後 我是哲武台中前任的 呃 算是嗎 策劃人 那 那 但是因為現在 呃 去從事這個政治工作 幫忙補選 所以暫時脫離哲武的這個職工團 那 希望以後可以很快有機會回歸到哲武 但是我現在安分的坐在底下當個觀眾 對 我是台中普利人 就是一般 你是普利人 我是啊 我一般台中人一般普利人 哦 一般一般 好 所以我以前在 我大 那個我只記得說 比較對跟原住民比較多互動的經驗是我 因為我大學我在普利紀錄教醫院實習 然後 所以那時候 因為我是社工 然後所以就是 跟著突擊的那個做那個 那個 偏遠3D醫療 所以那 那個時候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誤解 對 OK 好 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沒有太有那個空間概念 但是我相信其實在座很多 朋友的那個熟悉程度是比我更高 欸 哇塞 Jerry你好厲害 這邊有發現剛剛那個沒有被我介紹到我都不要 嗨 嗨 嗨 這是我介紹 好 就是呃 我是卓西 然後我是呃 剛從高中畢業的高中生 然後 欸 就是今天會來是因為就是 我之前有遇到聽不足了 可是就是 他讓我覺得很 我因為就是他 因為他說他是原住民 就是就是我會想說 欸 可是他看起來不太像他 呃 就是我 然後那傳統印象當中的那種 就是 皮膚會比較 顏色比較深 然後 就是輪廓比較深的那種 然後 然後 我就想 我就後來就問他 他就說他是 就是他是獨立的 然後 他是葛哈屋主的 對 然後就是 就是讓我覺得 嗯 其實是我第一次結束到皮膚屋主 對 對 因為我是台東四處人 然後就是生活中也沒有什麼 遇到原住民的機會 這樣 嘿 就這樣 好 對阿我覺得蠻好的欸 對不對 平常好像聊天也不見得會聊到 都比是哪種人 啊但是講著講著就開始 就是看起來也不太知道 因為我們都有些刻板印象 但是都可以從這個聊天的開始 就開始有進步不同的人識 大家好我是Duke 有一陣子之前沒有來哲學系新聞 然後 會想來聽這場是 之前在 呃 有聽到 有一位中研院教授的 呃 呃 劉一昌老師的演講 然後他說 欸 希望大家去看一本書 就是 欸 我問一句書名 但是劉一句說 那個幹 那個就是 希望大家會回來回來做法 然後 我記得好像是那個 段老師寫的 然後我一直沒有經驗去看 看到這本書 然後那天看到 那個網頁 欸 段老師原來要來這裡演講 他太好了 他就直接來其實很參與 然後那時候 我剛才說沒看過這本書 可是我可以 聽那個劉一昌教授 他的意義中 因為教授他他已經說 其實你不管你哪個學童 就是當他最後拍 就是正統是會鼓勵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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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志君 啊 就今天會來聽這個事 其實是因為 大概晚上有點無聊 這是非常活動 所以就是想說 來 聽一下 就是 對這個議題 到底是怎麼樣 對 再來豐富一下 心靈這樣 那住行 以後每個晚上 都有種寂寞的感覺 真的可以常來也不錯 好 會有印象不到的收穫 OK 大家好 我是佳良 那 剛聽完各位的分享之後 我覺得 大家動機都 那 坐在講一下我動機 我動機很奇怪 就是 國中部的時候開始學我 我那個年代 那 其實不是很好 因為我沒有辦法接受他們的交往 然後我就到大學一樣找到了 然後我就覺得 我只因而這樣 我能單家這樣被 為什麼單字每個字母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我就找一些語言學書 好 我就找一些語言學書 然後 發現到語言學好玩 這個地方就在於 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那個是教授寫的是 歐洲的語氣 英文語氣 大英文語氣這樣 然後他其實在文化的流程 跟口的移動 那他就會 談到這個很大部分 文化的 入侵的部分 我會講入侵的 就是融合的部分 那跟基因的關係 所以我就覺得 有一個訊息很好 然後提到台灣 不管一個通話 是南島入侵 對 因為可能台灣部分 都主大也能口 千里的部分 可以南島入侵是很重要的部分 那接下來 就看其他的 田野 就是科普的書 有些教授入侵的田野 的研究 他談到東南亞 談到 印尼 他們一些島嶼的語言 他會發現到很多語言 因為他的 不同的文字的 成分不一樣 不代表的是一個文化 那我發現到這個東西 就非常重要 因為在園裡面 變成很多 很多很多風貌 跟我當初看到 我喜歡的部分 是很多動力 我完全懂得 我跟我的血型 然後 人種 奇妙 這玩意到 OK 好 所以謝謝大家 我覺得講很棒 但是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還要留一些時間 給我們今天的講座 我們在座其實有很多 他 聽過他的粉絲的影片 來 沒關係 還是請您介紹 十分鐘至少喔 對不起 十秒鐘 Sorry Sorry 十秒鐘 大家好我是 奧斯卡 往上推 那今天主要是 想要了解一下 我們這塊土地上 原先的一些住民 比如說有一些地名 什麼歡花肉啊 以前那個 就是會有所謂那個 原本的住民 想要多聊給這一塊 謝謝 那還沒有 我們有朋友 在座的朋友 沒有介紹到 我們後面今天幫我們做直播的 還有中間這位大哥 對不對 我們先從中間 Ruze Ruze 大家好 我叫珍寶 我是教會的牧師 那我在台北參加那個 西大雅那個研討會 那我很希望 希望今天我咱們了解 那個言語附贈 跟傳統領域的 管理 還有的這些東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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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鏡頭要轉一下喔 你好大家好 我是麥玲 阿也是哲武志工 那這邊工商服務 服務一下 就是我們目前 我們有幾位年輕人 一起在寫那個 有關貧富族群年輕人的 認同的故事 身分認同的 對 在最尋根的路上 覺得身分很混亂的故事 那這個粉絲頁叫做 沒有名字的人 所以大家等一下那個 臉書立刻搜尋 沒有名字的人 然後我們裡面有一些 那個年輕人的生命故事 謝謝 好 阿裡面有在座 有被我們遺漏了 對 Jerry大哥 是嗎 麥克風 幫我們傳一下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謝謝 謝謝 鳥師 我是 北部寶祖 或是我們 我 其實我 我之前看到的 很多人都在 某一面 研究 我之前 三年前也 一面 我去看 那個人 因為我們晚上不太離開,我們很走下去了 有朋友說三點半有一個人都騎腳踏車去做導覽 我建議這個人,其實在那裡以外很多消耗好 很多都有,一段時間很消耗在一起 如果要跟我說,我剛才晚上兩天一晚 今天又有很多人,我覺得有機會你們去搶拖一下 真正的菜,很多東西,你們很容易去感受那個氣氛 去看你的印象,我煮的那一年了 我爸爸自己也有做什麼想,我也有做一些記錄 我三、五、十、五、十都會冰出來再看一看 再想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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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今天我剛才有聽到,段老師你真的要說 我十七天,我也是來聽,我很感謝 OK,謝謝 剛剛嘉瑞大哥講的一件我們有香港來的朋友 他就是說,要認識那個劇組最好是還是就直接去參與他們的活動 然後最好就是,不是只有一段短的時間開始 你可以拍兩天一夜 對不起,我剛剛關鍵是只做到這個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今天的主持人余承 那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就先請我們的講者兩隊先到我們的前面這邊,好嗎 然後請各位,其實進入大家的雙手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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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